Hello 宝帮帮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对 今天讲的是一代枭雄张作霖的故事 但张作霖小时候其实就是个普通人 对 跟在座的吃瓜群众都差不多 而且他的条件还不如一般人 为什么 他家从小他爸去世了 他爸去世就靠他妈把他拉扯大 他们家怎么回事呢 他们家祖籍河北的 以前姓李 结果他们祖上有个奶奶家 他生不了小孩 没有生育能力 就把他祖上的过激过去 反而改姓张 改姓张之后 他爸就是张作霖他爸小时候就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虽然他爸死得早 但是也给张作霖受到了影响 张作霖也学他爸那一套 吃喝嫖赌抽都会 后来他爸死了之后 他妈就回到娘家去了 也带他回娘家一起去住 回到娘家以后 你看张作霖你这个老这么哄着也不行嘛 就给他开个包子店 先卖包子 卖包子呢 张作霖这种 怎么心志向允大的人 根本吃不下这个苦 后来要卖针线 卖针线这种东西 反正小买卖 后来觉得这些不赚钱 不赚钱呢 就做了兽医 那么他的做小买卖呢 促成了一个事儿 就是一个姻缘 就是他卖针线的时候呢 就是村里面地主家那个丫头 经常需要买针线 一来二去呢 就跟他偷偷好上了 好上了呢 现在还不表哈 到后来呢 张作霖做了这个 做兽医呢 当时呢 当时那种土匪啊 经常骑着马来来回回 跑嘛 马上那个土匪的工具嘛 这马生了病怎么办 就得找兽医来看病 一来二去 张作霖就给周边这些土匪的头目啊 就认识了 就认识呢 张作霖就准备做大事儿 那个这个地主呢 这个时候觉得 哎 张作霖这小子将来有可能可以发达哈 就默认了 让他女儿跟张作霖好上 好上之后呢 张作霖就先去当兵了 就是在清政府里面当兵 那当兵人家都说好铁不打钉 好玩不当兵 没当两天吃不了这苦 好 我们偷偷又跑回来了 那跑回来更能吹了 哎呀 我在哪见过大事面什么的 哎 这个时候呢 那个地主就说 哎 觉得张作霖越来越了不起 哎呀 见过大事面的人 就把哄理给办了 哎 生米也煮成熟饭了 这样张作霖就有了老婆了 哎 这个时候呢 张作霖呢 就觉得哈 慢慢的他从各路土匪这儿 取了金 就是说呢 因为各个村里面都有地主 是吧 都有那种有钱人 都有有钱人呢 一有钱他就怕 怕什么 怕别人来抢他 哎 他呢 就从别的土匪那里学到经验 就说 别的土匪 其实那也是各个村里面的 领个二三十号人 其实就当那种保安队 哎 就是叫保安队 保险队 就是呢 他平时呢 就是打家结社 但是呢 就不打家结社 自己村里面这些人 自己村里面的那种土豪 土豪猎生 那么有外面的来的那种土匪呀 来抢劫村里面的那种土豪猎生的话 那么保险队就对他提供保护 哎 那么土 那位土豪这儿呢 就给保险队发工资 所以说呢 张作霖就纠结了 呃 村里面的十几个哎 这种游手好闲的人 就成了一个他们村的保险队 那么他们村的保险队呢 他的工资来源是什么 就是他们村里面十几家这种地主 哎 有钱 统一按比例啊 每个月给上交的钱啊 这就是他们的工资 另外的话 他们就农忙的时候 也给帮帮忙打个手 啊 也是赚点钱 再一个的话就是地主之间有什么纠锋啊 那总得有人来给评断这个事嘛 那村 那个县衙 山高皇帝远 那么就村里面保险队说 哎呀 别评一下事 哎 这边你不对 哎 你不对 了了事 了了事 也给点钱 好嘛 这就是张作霖起家的班底 就是他们村这十几二十个小流氓 哎 跟着他一起成立的保险队 慢慢就有点名气 有点名气呢 他就带他的保险队 有一次去了这个叫石台子 这石台子啥地方呢 就是汤二虎 汤玉林的地盘 他们俩呢 是谈合作的 本来谈好的事 就是大家呢 各管各的兵 大家把兵合在一块 那么两个人呢 都是大当家 兵合在一块 对外都号称 一边一边十几个兵 加起来又三十几号人了嘛 都说是 都自称为大当家 都可以对外说是我手下三十几号人 那么需要合作去打别人的时候 他们的势力就更强壮一点 但是壮大之后呢 张作霖还是心眼多 又会干事 慢慢的 他就跟汤二虎合作的过程中呢 汤二虎也对他比较佩服 觉得说 要不干脆我们捧你当老大 你当老大 你当大当家 我汤二虎当二当家 这样子的话 张作霖统一了这个 汤玉林这个势力 那么他成为老大 那么他的这个小团队 就进一步的发展了 那么张作霖 他跟汤二虎呢 他俩人合为一股之后呢 势力就壮大了 壮大了呢 当然就跟引起了其他的土匪的不满 就是说他们呢 争夺地盘开始了 火拼 火拼呢 他跟汤二虎的部队呢 这个实力太小 又拼不过人家 他呢 就认识张景辉 他呢 就投奔了张景辉 投奔张景辉之后呢 当然 这张作霖能说亏倒 又呢 让张总 张景辉呢 又封他为大当家 好嘛 结果呢 他跟汤二虎 汤景辉合作 结果他自己成了大当家 然后呢 他手下 纠集了将近一百多号人 纠集了一百多号人呢 他就跟张景辉商量说 哎 老哥啊 你说咱们老是吃这个土匪发 这不是长久的事啊 那张景辉就问他 那你的意见呢 大当家 张作霖说 咱们呢 应该是吃官饭 哎 就是让清政府给咱们发 发响 哎 这才是正光明大道嘛 张景辉就笑他 你这个 让清政府一天要剿匪 剿杂呢 你你将人家给发工资 你作梦呢 你 张作霖说 哎 哥有招 哎 你看我的 然后呢 原来为什么 当时呢 他们所属的地段 叫新明府 哎 新明府的知府呢 他老婆 他是 他老婆从杨家 要到新明府呢 呃 要路过他的管辖 这块地盘 此处是我在此路 是我开 要从此地过 留下买路财 就这个知府的 这个老婆呢 娘家呢 要到这个知府呢 这是他必经之路 哎 对 这当然这个知府 挺有钱的嘛 就是他老婆 回往娘家 十几辆车 啊 拿着各种财物啊 什么礼品啊 要路过他这儿 当然也跟了十几个人嘛 保镖嘛 要路过他这儿 啊 他说 你看我的啊 然后半路呢 就把他那个知府 老婆给打劫了 那正常来说 你把知府老婆打劫了 那知府手下 派部队来了 绝对把你给灭了 哎 错 张作霖有信仰 他呢 当时穿的恭恭敬敬 把知府老婆抓了 知府老婆就心想啊 大不了我把钱了 财物给你 你只要不侮辱我就行 那么他率领一百多号人 把这些知府的老婆的这些 呃 保镖给抓了 这保镖以为就死定了 结果呢 人家张作霖 恭恭敬敬 把他们请回去 好吃好酒招待着 然后呢 就还打扮的整整齐齐 哎 为什么要打扮整整齐齐呢 因为这种土匪啊 穿的破破烂烂的 像流氓一样 人家毕竟 这个知府的老婆也是官太太嘛 就不喜欢这种 没有文化的人 对 打扮的一般正经 干干净净 好吃好喝招待 招待呢 过来就陪着人家 知府太太吃饭 就是 知府太太一看 哦 觉得没事 心想 不管怎么样 把张作霖给稳住 哎 就说哎 你到底是想咋办 哎 你把我们打劫了 你是想怎么样 张作霖就说 哎 你有所不知啊 我这个呀 这个上伤当土匪 也是被逼无奈 穷的呀 没办法 但是我有一颗正义的心 那 我呢 就是专门是对付什么呢 对付那种 打家结社的土匪 哎 我们是打土匪的 像你们这种正常的商人 哎 我们是从来不碰的 而且呢 就是我们还会招待你啊 让你们经常来我们这做生意 哎 他是这么一说到的 这么一说到的 那个 那知府的老婆不知是记啊 哎呀 就对这个张作霖刮目相看 而且张作霖呢 就派人护送他知府老婆 一路护送到这个大道上 大道上就没有土匪了嘛 好 知府老婆 千恩万谢走了 回家就把这个事给他老公说了 他老公说 哎 还有这号人啊 哎呦 还有这土匪 还有这种牛人 好吧 那这样子啊 我派人跟他沟通一下 看他愿不愿意接受招案吧 啊 就这样子 经过那个张作霖这一计呢 他就被 被这个知府给招案进来 成了正规的清政府的部队了 而且他封他为管代 哎 封他为管代 谁要管了 就是他 他那一百多号土匪 摇顺便都成了那种清朝的士兵 成了管代 那么清政府 月月给发响 从此以后 他就成了正规的清政府的军人 那么从此以后呢 张作霖在清政府里面 扶摇之上 慢慢的呢 成为猎土封王的一代枭雄 好 这个呢 就是张作霖的伐纪史 那么在东北呢 东三省有个总督叫赵尔逊 他是管东北三省的 那么张作霖呢 当时慢慢的呢 在清政府里面的这个官职啊 慢慢的升上去之后呢 他其实呢 就相当于一个旅的旅长啊 大概这么样一个级别 他呢 当然是赵尔逊手下的部队 那这个时候革命党呢 在东北呢 打算不以那种暴力的手段 来推翻清政府 而是以和平协商的方式 那就赵尔逊呢 带着张作霖来跟革命党谈判 对谈判过程中呢 就是革命党要求组成 东北的这种联合的政府 那么由旧的清政府的派一些官员 那么革命党一些官员 组成联合政府来宣布东北独立 就是从清朝独立出去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革命党人呢 就是要求的这个啊 说是应该革命党主掌 这个东北的权利 赵尔逊呢 只能当这种傀儡啊 是名义上的这种领导啥的 那赵尔逊呢 就给张作霖一时眼色 张作霖呢 就把妖精手枪拿出来 砰拍在桌子上 这时候张作霖还带他手下 什么汤尔虎这些人呢 也把手枪都亮出来 因为革命党人呢 大多数是文化人 就是读书人 然后呢 就见不过这正式 吓了一跳 这个感觉这会议就谈不下去了 好嘛 谈不下去呢 就说行吧 修会 革命党人就走了 走了之后呢 赵尔逊就派张作霖 进行对革命党的暗杀 因为张作霖呢 他为什么说他起来的这么快 他暗中呢 也勾结革命党 就是他两边都讨好 他跟清政府的官员 名义上我要效忠你 那么革命党呢 他有联系 其实说白了 他没有什么信仰 或者没有什么主意 就是骑墙嘛 哪边的势力做大 他就归受哪一边 后来呢 他一看 这革命党势力太小了 是吧 就那么点人 那么点枪 你说清政府毕竟还有正规军队 那么赵尔逊就让他 诱杀革命党人 他跟革命党的几个人 都比较熟 说啊一起出来 就东北门喜欢洗澡嘛 来出来找个地方洗澡 洗完澡之后 他说哎呦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有点着凉了 那你们几个洗吧 我就先回家了 那革命党那几个人 那革命党那几个人 是张作霖请客洗澡嘛 对吧 吃饭洗澡 他觉得真行吧 那就我们洗着 为你先回去 就张作霖刚走 张作霖手下进来 拿浪枪 把这些革命党给打死 打死之后 哎 这个就赵尔逊 更加赏识这个张作霖 而且呢 当时袁世凯 还是处于清政府的人 那么这时候呢 袁世凯跟松中山呢 就谈妥 就是说袁世凯 来逼清政府的皇帝退位 那么松中山呢 就把这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呢 让给袁世凯 好 这个时候呢 张作霖也觉得 这是革命 大势所趋 所以呢 他就转为支持袁世凯 成为 那个民国大总统 好嘛 袁世凯也很赏识他 就给他送了 价值两千两的黄金 送给他 那么张作霖心想 那这袁世凯给我送礼物 我也得给他送一个东西嘛 东北特长有啥 人生 对 袁世凯呢 就根本看不上钱 钱对于人家袁世凯来说 那有的 有多了去了 人生是怎么粗的一颗人生呢 据传说是野生的 不是那种家里面灾的 那不算 一个成年人胳膊那么粗的一颗人生 送给袁世凯 袁世凯给了他两千两黄金 据说这颗人生 价值六千两黄金啊 送给袁世凯 袁世凯非常高兴 觉得张作霖这人呢 会办事 那后来呢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呢 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 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那么他因为跟袁世凯有这层关系呢 那么袁世凯呢 就封他为 驻奉天的一个 红城师的师长 然后呢 汤玉玲啊 就是张景辉啊 张作相呢 全部在他手下当了旅长 什么团长啥的 那么张作霖的势力 逐步就在奉天形成了 那么他下一步 当然张作霖这种人 他的目标远大着呢 他慢慢的就要搞垮奉天省的省长 当时的这个奉天省的省长呢 姓张 叫张熙鸾 那他是名义上的奉天省省长 那个张作霖呢 是二十七师的师长 那么这个冯德林呢 是二十八师的师长 那么名义上呢 他都是归这个姓张的 张熙鸾来管 但是呢 因为他们手上有军权 他们在奉天呢 不可一世 这个张熙鸾呢 就管不了他们 管不了呢 张熙鸾就给袁世凯告状 又能说哎呀我要辞职 我不干了 我在这说的话不好使 那这时候袁世凯就很生气 他就把张作霖呢 叫到北京 这个时候呢 就是袁世凯 其实对张作霖的野心呢 其实也有点估计哈 就准备呢架空张作霖 说是啊 那我派你去内蒙古 做一个更大的官吧 那这个时候张作霖 当然不愿意了 他赶紧在北京呢 联系了个几个那种 就是朝中的大佬吧 啊 说啊你看那个袁世凯 他怎么可以派我去内蒙古呢 我是土生土壮 东北人 我习惯在这 去内蒙古再大的官 我不想去 你们帮我疏通疏通吧 他又给了朝中那些什么要员 给了很多钱啊 袁世凯派他去内蒙 为什么 担心他伟大不调 因为他功高正主嘛 啊 就觉得他将来不好管他 张作霖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能耍滑头 这个杏子又出来了 他又来北京 又包了八大胡同啊 每天呢见完袁世凯呢 就去 这各大 你知道这八大胡同干嘛的吗 哎 袁世凯一看啊呀 这张小个子 没啥远大报复啊 就是 也就不过如此吧 对他呢 就稍微去除了点戒心 那好 这时候呢 不是姓张呢 张姓郎说 不做奉田省长了吗 管不了张作霖 这时候呢 袁世凯就想 行吧 那我换我的亲信 段之柜 要调段之柜 去奉田当省长 这时候张作霖心里很不爽 心想不是聋也聋到我了 咋 你又派了一个你自个儿的人 这时候呢 他表面上对于段之柜呢 毕恭毕敬 欢迎你来奉田啊 我一定听你指挥啊 暗地里呢 他就给使绊子 这时候呢 那个冯德林啊 也是使长 跟张作霖是平起平坐的 这冯德林呢 他是一直在清朝里面 就是正规军来的 所以说呢 他属于正统 他对张作霖也不服气 但这时候呢 他想当省长呢 他就要联合张作霖 来搬倒段之柜 他俩就商量好 商量好 说那个冯德林 你就派兵进来 要打段之柜 为什么要打段之柜呢 是因为当时啊 袁世凯想称帝 想称帝呢 总得有各个省的人呢 你都要表示要拥护啊 那段之柜呢 是跑得最慌了 要求咱们全凤天人投票啊 投票支持袁世凯当皇帝 称帝 那么投票的时候 张作霖你拿着枪啊 在旁边看着 谁要是不投赞成票 就朝天放两枪 好嘛 那么就以这个啊 冯德林就以这个 你段之柜呢 就是不顺应民意啊 强迫别人投票啥的 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冯德林可以说这话 因为后来呢 袁世凯称帝 他不得民心 不得民心 那袁世凯主动说 我退位 我不当皇帝了 啊 就当了几十天皇帝 又退下来 啊 名义上就说 哎 这个当时就是你段之柜 强迫大家来给 袁世凯投票啊 就以这个名义 来打段之柜 段之柜 他一介文人啊 他他心想小面保不住 那咋办 就问张作霖呢 那张兄 那我该咋办呢 宇廷兄 张作霖给纸上写了个字 走 哎 这是段之柜说 哎 行吧 保命要紧 所以说呢 他就把他的国库中的银两 两百万两银子拿出来 然后坐火车啊 当然他有专列 就偷偷跑了 那张作霖呢 又记心生一记 让他在铁道口呢 让他的部下排查 排查到了说 哦 段之柜啊 上次出逃 又拿了国库的银两 准备跑 要就地正法 那这个时候段之柜 赶紧说 找张作霖啊 然后士兵呢 就把他的两百万银两 都给抢走了 准备枪毙他 那个都是演的戏嘛 那赶紧段之柜 让找张作霖 张作霖来了说 哎 这是咱们省长 你怎么可以这么怠慢呢 快点给省长赔不是 把这个省长的钱 都给他还回去 那士兵都说 那一般人都抢了 都花了 都找都找不到 那咋办 这时候呢 那张作霖又给段之柜 假信 哎呀 省长 你看这个钱 他们都花了 他们都围着你说 说是一定要枪毙你 你看这咋办 这段之柜 这个时候 哪还管得了钱的事呀 就说 哎 那那你赶紧 你让我赶紧走 我能活命 就感谢你八本祖宗了 好 这个时候呢 张作霖说 行 大笔回声 行 你们不许闹事啊 让段神长走 赶紧让段神长走 好嘛 哎 这个双簧一唱一和 段神长 段之柜走了之后 还不忘张作霖的大恩大德 然后呢 就保健 就推荐张作霖 来当奉天省的省长 那这样子 东三省 张作霖 已经作为一个省的领导人了 当然 张作霖 做了一省的省长之后呢 他的野心还远远没有满足 他的第二个目标就是 统治东三省 东北这三个省 都要我说了算 所以说呢 今天讲到这 下一集 来给大家讲一下 张作霖 怎么样把目光放到全国的